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又是新的一周 这周装修日记应该可以迎来完结片了 从今天开始新家开始进入收尾工作 今天要把剩下的所有的面板还有灯给装上 明天五七 后天开放宝洁 大后天地板铺里 如果说这一套能顺利的话 这周就结束了 终于要结束了 现在我们准备早上出来吃个饭 然后去新家那边 看他们装灯 装面板 太烫 我的 好吃吗 好吃 太烫了 超级酥 大家能看见吗 他们家里面真的巨多巨多的葱 对于可以吃葱的朋友来说 巨香 哈喽大家 现在是中午12点半 我们大概早上走点多到新家这边 然后电工过来忙了一上午 把我们家所有的留下来的明灯 还有所有的线板全部都装上了 整体来说我觉得光感还不错 但是具体这个亮度是什么样的 还需要等晚上天黑之后再开灯看一下 我觉得目前为止来看的话亮度是够的 对 我们家全部的小射灯都是6瓦的 虽然说单个来看的话 我觉得有点太暖了 看起来不是特别亮 但是因为装的个数比较多 所以其实打起来还是挺亮的 哎呦 我这个黑眼圈 外卖终于来了 冰可乐救我 板烧鸡腿宝是烤的 麦辣鸡腿宝是炸的 你要是烤的还是炸的 来 买辣鸡腿宝 我觉得特别清重 小时候每年我生日的时候可以吃一次这个 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晚上6点53分 快7点了 忙到现在 我们家把所有的灯和面板都装完了 然后本来约的是明天要来我们家补漆的师傅 因为明天突然有事 说我想今天晚上忙完了过来 所以说我们在这等了他一会把漆补完 所以今天耗的比较晚 但是我们家现在的所有被破坏的漆面 还有所有的灯已经全部都完工了 跟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我现在这个脸哇 出的全部都是汗 全部都是汗 虽然很累 但是今天的成果非常的棒 虽然现在非常的乱 还是带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我们家整体是这种色调的 稍微关一会空气进化器 这边这两个是设计师非常喜欢的 我们家这两个氛围灯 然后正好就卡在我们家的这个餐桌的上面 现在整个台板都非常的乱 因为刚刚装完 然后那边是有一个灯带 上面呢餐厅这边正对着吧台是有两个名装的射灯 那边也有灯带和两个名装的射灯 这就是整体餐厅的所有的灯 这块位置啊 现在我觉得有点暗 所以说到时候我可能会在这个架子下面装一些感应的灯带 然后这个地方之前有朋友担心轨道插座的安全问题 我百度了一下 轨道插座如果出现安全问题的话 基本上是因为虚接的原因 我们家这个是公牛的 虚接的话就是指这个插座是 不是像我们一般的插座直接贴在墙上 可以拔下来的这种插座 这种插座呢会比较方便 但是呢虽然说买的是 算是比较大的公牛的牌子 但是可能会有安全隐患 所以到时候我们就会在使用的时候 把这个插上去 然后如果不用的话呢 会把它拿出来 然后放到柜子里面进行保存 目前是这样小的 餐边柜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装了三个这种明装的射灯 然后进来我卧室这边 这里也是有四个这种明装的射灯 还有一个灯带的 床头这边这个呢 也是设计师帮我选的一个床头灯 我觉得还挺有氛围感的 跟我整个床还有墙面都还蛮配的 然后阳台这边呢 是有三个这种小射灯 然后还有一个灯带的 这边之前我们家的这个梦幻窗帘也装上了 带大家看一下客厅啊 现在这边依旧非常的乱 请大家忽略这个地方 上面这个地方客厅我们一共装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这种圆形的射灯 然后一个灯带 这边有三个射灯一个灯带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造型的 嗯也是一个氛围灯 这个也是在淘宝上买的有点亮 所以我关掉跟大家看 是这种绿色的玻璃 然后有一个灯泡的 其实吧这个灯刚收到的时候 我还挺担心的 我觉得不是很好看 但是没想到装上之后效果意外的还不错 然后我们家那边装的也是一个梦幻帘 给大家看一下整体的感觉啊 我们家整体的光都挺暖的 所以说虽然说这个墙之前刷出来 很多朋友说太白了 感觉你们家什么都是白的颜色太白了 但是因为整个的光源全部都是暖光 所以说整体看起来还是那种很温暖的颜色 配上这个原木的地板 还有各种各样原木的家具 反正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挺满意的 这个柜子啊 其实是推到墙根推进去的 但是因为我们过两天要过来做那个地板保护 所以先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床垫过两天打算去看一下 打算在线下购买 先躺一躺试一试再买床垫 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功劳 虽然说一天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装的 很辛苦刷漆的师傅 跟装电灯的师傅 但是基本上我们都是在做那种扫尾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在装修收尾阶段 来这边跑一跑帮帮忙也挺重要的 比如说有的时候需要打钻 然后很多灰会掉下来 家里会变得很脏很脏 所以说要及时的清理 要不然像我们家今天就是在天花板上 打洞的时候掉下来的水泥 因为没有及时清理 所以师傅一个不小心踩到了水泥 就把我们家地板刮花了 然后前两天装电视的时候 师傅一个不小心手一滑 那个锤子光击一下 掉到了我们家的茶几上 茶几光光光砸出了三个坑 让师傅赔吧 也不合适 他来我们家装一个电视 也就可能挣了几十块钱 你让他赔一个几千块钱的家具 对吧 所以说其实你装的时候 像我们家这是亲眼看着师傅来装 还会有一些师傅不小心的失误 就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建议大家 在装修尾器装灯装家具装电器的时候 尽量都是人亲自在家里面 不要托管给别人 或者不要托管给装修公司 自己来看 这样什么地方有问题 什么地方碰坏了 自己心里面即使有个树 被造成你搬进来 住进来的时候才发现 哎呀我这个地方怎么坏了 你连找谁都不知道 虽然说我们知道了 也没办法去找别人吧 但是至少你自己心里是清楚的 哎呀这个地方坏了就坏了吧 对吧 anyway 今天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大概收拾一下就回家了 星期四过来开房保洁 星期五过来保养地板 然后基本上没事就不会来这院了 开窗通风 晾甲犬 装修日记 这周应该真的可以结束了 讚 今天早上准备来做一个快手香蕉芝士饼 香蕉闻起来好甜 把香蕉全部用叉子捣碎 这个是我刚刚拿出来软化的印度飞饼 然后用这个皮包一个包子 这个饼在化动之前我在底下稍微涂了一点黄油 所以它不会粘 这个刷好蛋液之后放到烤箱里面180度15分钟就可以啦 这个是我前两天网购的之前在韩国经常吃的这个麦片 然后这个是那个特别经典的奥利奥麦片 然后这个是那个特别经典的奥利奥麦片 稍微来一口 这个泡牛奶超级好吃 这个就是那个特别经典的奥利奥麦片 这个蒸出来有一点菠萝包的即适感 因为我涂了一层蛋液所以这个地方起皮了 最后一块昨天剩的炸鸡翅 说实话各位我现在坐在这边一直闻到菠萝包的味道 这个印度飞饼奶香味 烤出来真的菠萝糕 菠萝包味十足 这边还有牛奶 这边还有昨天我们家有人过来走亲戚 送了一点山竹和荔枝 香蕉芝士饼 哇 大家可以看到吗 地上这个脆壳 太有人了 菠萝包实锤 哦 拉丝了 说实话我甚至尝出了一点点炸香蕉的口感 可能因为我从小到大吃过的热香蕉料理 就只有炸香蕉了 里面芝士 奶香味很足 然后这个印度飞饼 大家如果要选的话一定要选 奶香味的 甜甜的超级好吃 大家有没有那种 可能还挺喜欢吃 但是因为价格比较高 我觉得 嗯 吃起来没太有必要的水果 但是山竹这种水果 其实我没有吃过 我昨天看了一下视频 对于山竹有各种各样的开发 我来试一下 昨天我看过的其中之一啊 尾部这个地方 捏一下 我进去了 然后 这样挤 捏进去之后 这样挤 哇 开了 完整的打开了 第一次开山竹成功 这个 哦 拿开一下 我来尝一下 说实话 各位 喜欢吃山竹的朋友 请不要打我 我觉得 口感有一点点怪怪的 就是 我觉得它吃起来有点 太黏了 我才拿出去给我爸妈吃 我不太行 老老实实来个荔枝吧 啊 看起来颜色就很漂亮 不知道这个甜不甜 好吃的荔枝是真的很好吃 不好吃的荔枝就真的很水 嗯 有一点那种泡荔枝的水的味道 但是还不错 有一点甜味 还挺好吃的 一到这个点 我们家两只猫 就跟门神一样 就在我房间的周围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妙姨 你在说什么 那个更搞笑 从蹲着的姿势就很搞笑 你要吃肉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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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的肚子 你还要吃肉肉啊 视频里面有很多漂亮姐姐 啊哈 既然大家决定 你要分开算 妙姨 她不理我 什么鬼 妙姨 嗯 不吃肉了是不是 只有在给肉前绕摸我的猫咪 妈摸一下 好吧不摸你了 我又点了个凉瓶 我又点了个凉瓶 这个叫笑笑凉瓶 在许州还挺有名的 他们家的这个调料酱 超级好吃 今天依旧是凉面加凉瓶的组合 这个酱汁真的太好吃了 他们家的这个凉瓶汁上 有很多这种很小的颗粒 应该是他们家自己摘的辣椒油的味道 来许州的朋友可以尝一尝这个笑笑凉瓶 我觉得还算比较有特色吧 至少附近县区的朋友 好像有人专门开车过来吃这个 我今天打算做点蛋挞 但是因为最近天气比较热的原因 做塔皮不是很容易 因为黄油一拿出来 基本上就是还没等你搓一搓就已经化掉了 我从网上买了这种是现成的塔皮 塔蟹我准备依旧用这个香草豆莢 就是之前我在韩国去的这个配方来做 然后爸妈也比较想吃了 已经被压成了这种长方形 不过还好还可以掰开 还可以掰开 蛋挞皮我稍微放软了一点 然后可以稍微的把它们掰回一下原来的形状 这边其实我还买了几个可可厚味的 看起来还是挺成功的 我好像还没有说打算做什么 今天早上我准备做一个鸡蛋灌饼 但是里面打算放一点这个牛油果 我那天其实是买葱油饼的 但是我看到了这个鸡蛋灌饼 想尝一下 尝方形的 这个锅 还放不进去呢 稍微画一画自己就进去了 这应该不用放油吧 有点不安 嗯 哦 鼓起来了 哦 鼓起来了 哎 清醒了 嗨 好 哦 鼓起来 不如 噢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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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约了移动的师傅 去新家那边看看能不能给装一个 那个 把网链上 因为我一直用的是移动的号 然后他一直送了一个300兆的宽带 但是我爸妈这边用的是 我爸妈之前办的电信的号 就是那个宽带一直没有装 我是做了一圈功课之后 觉得好像是说电信的网 最稳定最快一点 千兆的宽带移动连通电信 哪个更好 大家有没有什么实用感受 可以弹幕或者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因为我暂时不住那边嘛 所以说我打算先把 我这个手机号绑定的 300M的流量给用上 然后可以连接一下那个 可视门铃 可以连接一下 我们家的监视器 然后看一看新家附近的情况 先吃口饭吧 今天当然是鸡蛋灌饼 鸡蛋灌饼应该还是要放一点油的 要不然这个皮很干 如果锅里放一点油煎 会更好吃 现在这个饼皮有点太干了 哈喽大家 我现在在新家这边 然后刚刚呢 我买的最后一件网购家具也到了 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我所买的所有的家具已经入场了 然后之前我有跟大家介绍过 我是在淘宝上比较网红的 我觉得应该算是吧 相对来说比较网红的店 买了一些家具 然后想跟大家简单的反馈一下 这些家具到了我家之后 我的一个实际的使用感受 首先跟大家说明啊 这里不是想拉财任何一家店 我只是说 鉴于全部都是我个人购买的这些家具 对于他们送过来我们家的这些产品 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希望对于喜欢我购买这些家具风格的朋友们 一些帮助 然后我这次呢 一共在四家店购买了家具 一间一间来说 首先我在之间这家店买了一个床 一个多朵柜 一个化妆台的椅子 还有一个电视柜 总结来说呢 我觉得之间是我这次买的四家店里面的 木质的感觉是最好的 就是它的那个木头摸起来 刚倒的时候摸起来 表面不会有那种比较粗糙的感觉 而且我个人呢 是不太喜欢 就是在整片的木头上看到太多的矿物线 就是那种黑色的长条 或者是黑点那种 单从我收到的这些家具来说 之间是矿物线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品牌 然后他们家发来的这次要东西 我并没有在收获的时候看到任何的 磕碰或者是破损的现象 但是相对来说 他们家的价格 算是我这次购买的家具里面 中等偏高的价格 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帆屋家具 我在他们家就买了一个微光梳妆台 这个梳妆台呢 其实是我第一个收到的 618购买的家具 怎么说呢 可能因为我买的这款是现货 我觉得我在收到这个梳妆台的时候 它基本上就已经过了樱桃木的变色期 就是它的颜色相对来说已经比较深了 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可能这个东西它这个品做出来的时间有一点长了 颜色已经改变过了 因为当时我买的就是现货嘛 他们家的这个梳妆台也没有任何的质量问题 而且抽屉的抽拉也比较顺滑 轨道也OK 但是呢我收到的这个品啊相对来说矿路线会稍微的多一点点 然后下一个说到的是这个森植家具 我在森植家具买了茶几 买了一个石木的餐边柜 还买了一个中古的玻璃小推车 对买了这三样东西 森植家具呢 是我这次购买的所有家具里面出现问题最多的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跟大家视频里面展示过 他们家的这个桌子腿在寄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裂缝的情况 而且其实当时在这个茶几第一次寄过来的时候 玻璃上也有过一小块就是怎么说 不能说碎掉 就是一小块缺口 这个呢我觉得是他们出厂的时候可能产品的检查没有做好 但是他们家的客服非常的负责任 在我反映过我的情况之后 让我出示了一下就是当时这个茶几寄过来的时候 包装是什么样的 刚好其实我有拍了一个开箱的视频 我就把视频发给他们了 他们在收到之后呢 很快就给我换了一个新的茶几回来 然后后来我又发现呢 我买的这个中古的小推车 他们在寄过来的时候呢 掉了一个螺丝跟螺母 我在那个箱子里面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 但是他们的客服后面又非常快速的给我补发了一套 然后关于这个石木的餐边柜 这个应该是他们家的一个明星产品 标量在他们家也是比较靠前的 这个产品没有任何的问题 当时到了之后很快就安排了安装 装上之后也非常的好用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 我更希望商家在寄产品之前 做好出厂的把控工作 就不要让我这种比较懒的消费者 在收到产品之后 还需要再经历一个退换的过程 不过他们家的客服非常的亲切负责 这点要点个赞 然后最后来说一下这个北墨家居 我在北墨家居买的东西是最多的 我现在后面的这个沙发 然后包括我旁边的这个边柜 还有我们家的餐桌跟餐桌椅 包括我的床头柜都是在这个北墨家居买的 我觉得北墨家居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中规中矩 它整体来说木头的感觉刚刚寄来的时候摸起来没有之间的那么顺滑 但是呢他们寄过来的产品没有任何的质量问题 而且我在他们家买的带有藤边部分的产品 藤边也非常的好 没有任何毛躁的地方 这里啊还是要说一下 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森植家居他们家的这个茶几 其实是有一个藤边的部分的 但是这个藤边的部分呢 有非常多的毛刺 就来说这个藤边的位置吧 并不是那种我需要去经常坐 或者是经常触碰的位置 但是有这个毛刺呢 会让我心里感觉有点点不舒服 但是我在北墨家居买的这个床头柜的藤边部分 包括两个藤椅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北墨家居的价格要相对来说高于森植家居 低于之间 它在这两个家之间的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还挺好的 就是他们家整体来说寄过来的东西 非常符合产品描述 OK以上呢就是我这一次在淘宝上购买的 石木家具的一些小的总结 大家可以参考 当然了还是要强调一下 我的这些评价呢 只是基于他们给我寄过来的 我购买的这些产品 也只是基于他们的客服 对我进行的这一次服务 所以说大家呢还是尽量的把我的这些评价当做一个参考 相信大家将来选择家具的话呢 还是要基于自己家里的一个风格进行选择 大家看到了吗 我这个黑眼圈 今天结束之后 我相信我就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今天早上准备做一个牛果太阳蛋吐司 我看之前视频 有朋友弹路说 我怎么那么久没有吃酸奶 其实是因为我们家那个酸奶过滤网 可能是因为天太热了 就是最近这两次做完酸奶之后 老是发霉 所以说短期内我就不太敢再做 可能等天再凉快一点 再做吧 一点盐和胡椒 然后把牛果尽量的涂在边缘这一圈 稍微的给它做一个窝出来 然后把鸡蛋打进去 旁边的位置呢 放一圈这个芝士 稍微来点胡椒 稍微来点胡椒 这个放到空气炸锅里面就可以了 有点资料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吉他 可不吝点赞 小鸡蛋 早饭完成了 好 今天是7月4号礼拜一 我们家装修结束之后 我休息了几天 稍微恢复了一下精神状态 然后终于又开始调整自己的座席 准备好好做饭 认真地按时地吃饭 先来吃一下这个冰马薯吧 这个是我昨天去面包店买的 还是我第一次吃冰马薯 好像是紫薯馅的 但是这个馅料不是很多 不少朋友应该都从热搜上看到 许州最近又有了疫情 还有不少朋友在微博上 私信我 这让我注意安全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 目前为止我们家这边 我们社区还是一切正常的一个状态 昨天进行了第二次全范围的核酸检测 但目前没有什么异状 其实这个最后我还是烤了20分钟左右 本来我觉得一片面包可能10分钟15分钟就够了 结果后来我用烤箱模式180度烤了14分钟 又用空气炸光模式180度烤6分钟 才出来这样的效果 刚才一口下去 那个芝士烫到我的上饿 但也很好吃 脆脆的 因为我没有用无菌蛋 所以说中间这个鸡蛋做的是全熟的 大家如果用无菌蛋的话 可以减少5分钟的时间 然后中间这个蛋就会是半熟的 其实就是早午餐餐厅里面那种太阳蛋 我之前做的蛋挞 还剩最后一个 昨天出门囤了一波鸡蛋 树菜什么基本没怎么囤 因为感觉冰箱里面保鲜的话 保鲜不了太长时间 我妈妈在楼上种了一些青菜小葱什么的 万一的万一啊 应该可以挺一段时间 昨天早上 我八点钟打开我们家附近大复原的APP 送货已经排到下午五点了 看来徐州人民都知道提前要吞一些货 准备来吃一个雪糕 夏天 感觉在空调房间里面吃雪糕 刷具是最爽的 昨天我去逛超市的时候 正好遇见乔勒斯打折 不是广告啊 正好遇见他打折 13块9一盒 一盒有五根 平均下来一根是 两块七毛八 这个价格我觉得很便宜的 之前我有看过一个微博热搜 叫雪糕刺客 然后我点击去看完之后就笑了 我有吃过比较贵价的冰淇淋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 也就那样 喜欢的朋友不要打我 我觉得吃雪糕嘛 就是吃一个开心 然后凉快 甜甜的 其实大可可纸啊 天佳剂这些 我觉得我在吃一根雪糕的时候 是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的 而且价格合适的时候一定要买 昨天我妈破天荒呢 让我拿了两盒 看视频的小伙伴们 你们现在乔勒兹 多少钱一根啊 我觉得我在我们家这边买 路边的商店里面 一根最便宜的也要 四五块钱 我之前六块钱买过一根 在路边的冰淇淋店 这些店的定件好像都不太一样 这个是我之前看我视频弹幕 大家问的问题 我一般看到都会记下来 要不然我真的会忘记回答 睡衣 我身上这件绿色的 还有我之前那件绿色的 或者说 近一年以来 大家看到我身上所有的成套睡衣 无论是冬天夏天 还是那种春秋天的比较薄的长袖 都是一个牌子的 我会打在下面 之前这个牌子 我有跟大家分享过 可能大家没有注意 是我在韩国买的一个牌子 我在他们家买了 十一十二套睡衣了 按起来可能有点厚啊 但是在身上完全没有感觉 就是跟我之前体验 我的所有睡衣都不一样 我非常推荐这个牌子 如果大家能买到 合适的价格的话 非常推荐 然后项链 我身上戴的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条薄金的链子 老凤翔 可能是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个品牌 老凤翔今天买的 是我 哪一年发完年终奖之后 自己去百货商店买的一条项链 其实当时就是买了一条这种元宝链 然后这个准也是在他们家配的 这一套都是薄金的 因为我洗澡的时候 我就老是想不起来扎 或者说懒得扎 所以 银项链我洗了很多次之后 发现它有氧化的现象 目前为止 这个薄金的项链 戴到现在 都没有什么氧化变色的现象 我觉得还挺好的 最后美童的牌子 这一袋是我 回国之前 去欧连子买了一袋美童 这一袋全部都是月炮 然后我还买了一大袋 日炮的美童 我现在眼上戴的这个 是他们家今年的一个新款 这一盒 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截图 就是我现在眼上戴的这个 直径比我之前戴的日炮要小 但是我觉得我戴起来 还蛮显精神的 最近问我这个美童的人 还挺多的 我在欧连子他们家的所有美童 基本上都没有出现 特别扎眼的情况 但是有的款 它的几乎跟我的眼睛 不是很合适 就会有一点点疲劳感 但是这款对我来说非常合适 所以说前两天 我又给成年打电话 帮我下单了十个这个 还有什么大家问的比较多的 应该没有了 在空间房间吃雪糕刷具 跟大家一起来拆个快递 这个是云金的智能机器人 然后这个是他们家送的一个礼物 首先声明不是推广 所以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它的真实的使用感受 这个应该是他们家的一个 拖把的模块 这个应该就是机器本体了 大家今天是 礼拜四 然后现在是11点多 我正在化妆 一会要出门 去见一个朋友 今天用的依旧是 CLEO的这一盘 我到现在也没有把我的化妆品们拿出来 但是我也懒得拿 毕竟需要出门化妆的机会并不多 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我用了两天 云金的二代机器人的一个使用感受 总结一下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机器人推荐给那种 白天上班比较忙 晚上回家想解放双手的朋友们 因为他们家的这个机器呢 如果你们家是一个干湿分离的卫生间 并且卫生间足够放下那个基站的话 它是可以装一个自动上下水装置的 我觉得最理想的使用方式呢 是你白天上班的时候 用扫地模块 把家里面整个打扫一遍 然后你晚上回家之后 换上拖地模块 在你做饭的时候把整个家拖一遍 他们家的扫地功能呢 我觉得整体来说 扫的还算是比较干净的 但是它的原理呢 就类似于一个可以自己移动的吸尘器 所以说比较建议大家在没有人的时候 让他自己去进行扫地的功能 拖地的话呢就比较干净了 做的很仔细 但是目前据我观察来说 还是会留下一定的水痕 但据说这个呢 在多次使用之后可以得到改善 所以呢我打算 在用一段时间观察一下 总体来说 我第一次体验这种扫脱一体的机器人 体验感还是不错的 这个锅 我们中午来吃 寿喜烧火锅 有无糖可乐 好评 吃完饭啊 我们来了咖啡厅 别打个招呼啊 忘记 好久不见了 是谁那边 哈喽 约到一次不容易 来太多次了 老板都已经认识我了 OK 各位那以上呢 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其实我好像很久都没有上来正式的给视频做一个安定 那么这次呢 其实想跟大家稍微的请个假 对 我可能需要停更一个多月的时间 因为接下来的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呢 我的这个本职工作 我们学校最主要最集中的一个暑假课程会开班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面呢 我会非常集中的密集的忙起来 所以说暂时可能 没有办法顾及到视频的更新 还希望大家可以谅解 暑假班结束之后呢 我还打算 如果说疫情允许的情况下 去北京那边做一个全身的体检 那么在这之后 等我的生活恢复正常的节奏 会再跟大家继续更新我的日常 还希望呢 大家可以稍稍的寄一些谅解 OK 那我们就下一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by bwd6